杜边太太,你也不想让杜边桑失去这份工作吧? 调侃归调侃,杜边熊泰与未婚妻九次小子的感情还是让很多人羡慕 前者是NBA的拼命三郎,靠自己的活力与拼进赢得篮网队轮换位置的一席之地 后者是日本知名女演员和模特,不久后便是杜边熊泰的嫌内助 九次小子不久前更新社交媒体,晒出多张自己在篮网队主场观战的照片 其中有与杜兰特的合影,还配文 凯文杜兰特选手和我拍了张照片,非常感激你的友善 作为日本知名女演员和模特,九次小子在今年5月底宣布与杜边熊泰订婚 他曾透露自己是在2019年篮球世界杯前的采访中认识杜边熊泰 然后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后正式交往,一开始还会趁休假飞往加拿大见杜边熊泰 如今杜边熊泰来到篮网队,并已在篮网队中赢得轮换位置 有消息称九次小子此前为了与杜边熊泰的婚事 以及方便赴美照顾后者不惜辞掉多年的主持人工作 不仅如此,九次小子此前还获得营养师的资格证书 将专职负责杜边的日常饮食和营养补给 别看杜边熊泰本赛季领着无保障底薪合同 但据细算上各种品牌代言 他的年收入高达6亿日元 追梦路上有经济来源保障 加上未婚妻的悉心照顾以及个人的刻苦努力 难怪杜边熊泰本赛季能打出让人印象深刻的出色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